今天邀請大家如何跟伊朵拉戰鬥吧 GOGO 好的 大家晚安 我是林建中 今天我們來玩伊朵拉的出送伊朵拉戰鬥 那我們就開始吧 如果快速的打一場伊朵拉戰鬥呢 因為他們的有三條血都很高嘛 我們挑自己最適合打的那個屬性 很相信他自己對我的屬性去做搭配 先試看我的資訊 混沌都是屬於火屬居多 那我就是打風屬性 好了 我們的火屬 這邊帶一場上德拉 帶一場上德拉的原因是因為他有 可以讓對方睡眠的攻擊 然後又高 這也是一種屬於刺客型的角色 所以他的傷害會再比其他角色更高一些 這裡有看到被射龍的炎甲 護甲的被射龍本體 這裡我們是主攻 職攻本體 是不是用! 是神階的? 就是神階的有心了 神階的我就是神階人裏面 時代 DC 其實有多大角色西階的 但這兩戰已經可以連一場 這個好像是一套 一套其實也被我們帶走了 非常的快速 這樣子可以打完一隻 快速打完一隻呢 其實獎勵會比較豐厚 我只打了另外一個 我只花了兩個回合 好啦這部影片結束 這個影片請大家 下次再這樣子打伊多拉的時候 直接攻本地就好 我相信一定很多人都知道 可是就是不會有人相信過去點他 好下次記得要記住 你只要點伊多拉本地就可以了 這部提醒影片到這裡結束啦 喜歡這部影片的話 按下一個鈴鐺的小鈴鐺 這次我 我們下部影片見啦 掰掰